师父,观世音菩萨开始阻碍越大,只要克服后消掉的阅障才会越多,这些都是你修行路上必定的考验,合格后修行路便会几惨顺利。 请问师父,克服阻碍和考验合格,是不是菩萨会加倍帮助消业,保护顺利呢? 是啊,你看看西游记们就知道了。 唐僧跟观世音菩萨关系也这么近,孙悟空一个跟斗翻到天界就可以见到观世音菩萨,那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不把他们四徒四人用法律直接送到西天去取经啊? 为什么让他们经受九九八十一磨难呢?因为该你受的你还得受,菩萨不动因果,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师父啊,那这些考验是自己的业障所致呢?还是说这是菩萨,就是故意考试,通过了之后就才帮你消业,法徒所业呢? 就是你自己帮你消业呀,都是你们自己的业障呀。 好好好,明白了,师父。 你看看佛陀传里边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啊?连佛陀在人间,他都有很多考验的呀,对不对啊? 啊,对对对对,圆满,圆满境界,圆满境界是靠着你不断的去修持,不断的去消业,才能达到圆满的境界呀。 那如果这个阻碍克服不了呢?或者考试通,通不过呢?怎么办呢? 通不过嘛,你就变成另外一个道的呀,那就不行了呀,所以一个人苦就是苦在这里呀,并不是每一个人读大学都能毕业的呀, 也不是每一个努力的人都能成功的呀,这在人类社会当中,这是完全一种合乎现代逻辑的一种思维方法呀。 所以任何人的努力都不一定成功,你要做好不成功的准备,但是做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争取,那才是正能量的一种心态呀,明白了吗? 嗯,那啦!